莫迪做出让所有人意外举动,相会上很抽美国耳光,知道中国不好惹。 中国近几年所展现出的复兴速度,如果要说谁最害怕的话,其实并不是美国。 虽然美国与我们之间的争端看上去挺多,但毕竟美国与中国隔海相望,距离稍微远了一点。 作为中国西南方向最大的邻国,实际上印度才是最惧怕中国的。 但在美国近日的一项,以印度为核心的战略计划中,印度却做出了出乎中美意料的举动。 印度人。美国一直致力于打造的,以印度为核心的四国联盟。 但彭博社在当地时间6月2日的一篇报道,直接以幻灭这个词来形容着这件事情。 同样以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印度,突然露出了其另一面。 印度总理演讲。 在6月1日的第17届《香格里拉对话会》开幕式上,印度总理对美国的组成四方会谈,以遏制中国成长的言论,非常罕见地嗤之以鼻。 并且还在评论两国关系时表现得相当谨慎,甚至在其演讲中还用不小的篇幅,阐述对印中合作的积极看法,并抨击了美国目前实行的保护主义。 印度总理此与其在2014年刚上台时,以强硬政策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截然相反,让人们在惊异之余,也开始深究起背后的原因来。 其实这件事情在上个月月末就已经有点苗透了。 在5月30日,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改名为印度洋,太平洋司令,新司令官也在同一天完成上任。 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印度崛起为名,又扯起了一面虎皮大旗。 而这次印度却没有接过这杆大旗,难得保持了清醒并表示坚决不配合美国表演。 印度这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举动,无异于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。 新加坡亚洲与全球化中心主任巴结派就表示,印度无法承受与中国对抗的后果,特别是在现在美国政变的不靠谱的情况下,现实就能说明一切。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改名。 现在中国的肩负20从服役作战部队至今,短短几个月具备实战能力。 不仅如此,此前的一些演练也证明,高原对于我国的战机来说,已经并不是阻碍。 面对如此强大空军,印度自然要清醒地面对,避免掉入美国挖好的坑里面。 毕竟在1962年,中国武器装备都不怎么样的情况下,印度都已经鸡飞狗跳了。 时过境迁,现在的中国就连美国都不敢轻易招惹,印度会傻得被当枪使。 也附近武器 感谢观看